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反咨询呢 黄国昌他用了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当作案例 做成了影片 他说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理解 林淑芬看到之后直说 你堂堂一个康乃尔法学博士 自己回答不出反咨询的定义 竟然还要他林淑芬来帮你回答 真的很悲哀 那么另外一位立委来看到的是王洪威 王洪威这两天拿美国前总统川普被突袭的事情 来说嘴有关于国会调查权这件事情 被民进党酸说 怎么台湾的五权宪法跟美国的三权分立都搞不清楚呢 加油好吗 到底立法院里面还有哪些抢戏的狠角色 我们稍后带您一起来看了 好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席大家平安 接着欢迎到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卓冠廷 孟奇好大家好 左手边欢迎到是财经专家许新黄 孟奇好大家好 接着邀请到是国民党新北新议员 同时也是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陈伟杰 孟奇好各位观众午安 最后欢迎到的是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 对 资深好各位好 好我们要赶快带您来看 上个礼拜大家还记得吗 被大法官洗脸 被大法官惨电的黄国昌 终于把他要补招的反咨询定义的作业 交出来了 一起来看 询问一个反咨询的问题 那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黄委员没有时间回答 宪法法庭上大法官邮博森 要求解释反咨询 当下黄国昌讲不清 被要求找回家功课 五天后他先发在脸书 洋洋洒洒 十三页带网友看了诚问委员 所以反咨询定义是什么 根本没回答到问题 谁给法律人看的 还是写给搜索看 对此他这一度口头说明 不履行这一个应答回复的义务 那反而对提出问题的立法委员 加以责难 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里面 所要禁止的太阳 而且黄国昌的书面 有一项引发关注 遭外界质疑偷骂大法官 里头提到对行政与立法部门间互动 属于高政治性问题 应遭由政治部门决定 是非宪法法庭适合介入之标的 对于大法官透过杂设性欲赏 提出高度政治性问题 时令人惊讶 还拿五个绿营立委的影片举例 其中包括林淑芬 我觉得相当的悲哀 堂堂一个康乃尔法学的 博士的黄国昌 在这里还要叫林淑芬来帮你回答 林淑芬对于官员的反咨询 从来不会主张 要移送法办抓去官 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蓝白 已经真的觉得自己比大法官更大了吗 你都要用这种方式攻击 他不只自恋 而且自我膨胀 现在这个台湾的民主政治 最大的悲哀 就是在于蓝白 这种完全自我膨胀的心态 绿营反酸悲哀 周作业还要用绿营立委帮忙解释反质询 而且大法官问的问题适不适合 也不是黄国昌一人说了算 黄国昌这个作业 想了四天才把他给交出来 先来请教一下亲黄 我们看到黄国昌洋洋洒洒 他总共是写了13页 一个反咨询解释了13页 而且他还附上了一个影片 所以现在大家是看影片 学法律吗 林淑芬她说 她说真的好悲哀 法学博士你自己答不出来 还要他帮忙回答 因为黄国昌那个影片 我有去看 几乎满满的都是林淑芬过去的片段 林淑芬直接跟她说 很悲哀的 来亲黄 对黄国昌想要去解释反质询这三个字 但是他花了13页 刚好告诉大家一件事 黄国昌要讲的反质询的定义 就是很复杂嘛 你就是也讲不清楚嘛 那讲不清楚黄国昌最后找最好的方式是找谁 找过去民进党立法委员呢 在职与官员在反质询的影片嘛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民进党的立委 没有主张要处罚这些反质询的行为嘛 质询能不能问出东西 那个是你立法委员的本事 但你不是用处罚的方式 入人于罪的方式去做嘛 所以看看林淑芬怎么回响的 林淑芬的回响响得很直接哦 直接用两个字形容 叫做BI啊 用悲哀来形容 林淑芬除了呛悲哀这两个字之外呢 他还说你是堂堂康乃的法学博士 你拿他来帮忙 而且林淑芬讲的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他说注意看哦 他说官员反质询不是抓去关 或是罚钱可以解决 应该交给人民来公平嘛 政治上的反质询是政治解决 你怎么会是主张用法律抓去关 各位不要忘记耶 反质询藐视国会 在蓝白的主张里面 关一年耶 还有罚20万耶 请问对反质询用这种方式来做 林淑芬他们有这样主张吗 没有嘛 所以你去抓这个民进党立委去讲 官员反质询拿来背书 这是完全乱比一通哦 这些立法委员民进党是质疑说 是质疑说你反质询 但是没有说要去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黄国昌这13页洋洋洒洒洒的 我们就不能跟观众讲太细了 因为讲太细观众会听到昏去 因为看到最后你也不知道 黄国昌在讲什么好吗 所以我们只看简单的两个部分 第一个 你看他这边讲说 他的反质询的意思是什么呢 说行政院长跟各部会首长 对立委提出的质询不回复 然后反而对委员提出质疑责难 反结问或提出的与咨询无关的问题 看到这里观众就要哀疑了 请问结问是什么意思 如果就开玩笑的讲 今天你在问这个 如果说有个立委 问官员 How are you? 你好吗? 然后官员回答只能到 Fine thank you 那如果后面讲了 And you? 你呢? 那请问这个有没有反质询的问题 这是不是结问 他And you也是问号啊 问你呢? 所以人家开玩笑讲 如果这个 这一个简单的小朋友在学的 你好吗? 英文的How are you? 如果回答方式 Fine thank you and you? 这样是不是也构成 里面的结问的部分 所以就说他这个反质询的定义 大家来扩张来讲 你可以把很多解释进去 但解释进去的结果就是 你里面的内容看起来就 大法官要求你就是定义清楚 要不然什么都可以罚吗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黄国昌这13页内容里面 除了还是看不清楚 到底什么叫做反质询之外 另一个让大家看到是 他反呛大法官 这不就是大法官讲 以问答问吗 大法官在问你问题 你现在是直接反向大法官 这算不算是对大法官的反质询 按照他讲的嘛 责答啊 大法官问你问题 然后他讲什么 反而对质询的人提出质疑责难 结问 黄国昌这一段话 我们给大家看看这一段 有没有责难跟质疑的味道在里面 他说迄今为止 立法院不仅没有出现由大法官博翔所说的 就由博翔大法官说的反制作为 更没有任何官员或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实质侵害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大法官透过假设性问题提出如此高度政治性的问题 令人惊讶 他讲大法官问的问题令人惊讶 但等等 现在大家搞不清楚 你要罚人家要关一年 要罚20万的反制群 这个才令人惊讶好不好 你这件事情要花13页来叙述 我们一般观众朋友在听的时候 可能看都看到灰皮 然后你还告诉大家说 大法官问的问题太政治性 大法官的问题令人惊讶 你这13页相较于大法官问的问题比起来 这13页更令人惊讶 所以问题出在黄国昌这提的问题呢 坦白说也很奇怪 什么很奇怪 他里面讲到说 没有公民出现实质的被侵害 但我们看一下大法官过去的 这个做紧急处分怎么做 是一定要等到出现侵害的时候 有人真的因为侵害 然后有人因为这样子被入罪了之后 你再来大法官叫大法官去咨询你吗 这样就不会有啊 当然嘛 所以你看过去大法官做 这个暂时处分什么时候 以前有没有做过 有 什么时候做的 大法官在当时啊 因为呢 这个领身份证 当时这个修户籍法之后 说要按指纹 但按指纹这件事 你不就侵犯到人家的隐私吗 所以呢 这一件事情呢 当时注意看 民进党团呢 当时是以赖清德 现在赖总统为首 提出这件事情呢 要求要释线 然后要暂停条文适用 结果大法官在这个时候呢 请问他当时已经做了吗 还没有做嘛 大法官怕之后你会侵犯到人权 所以当时也做了紧急处分 赶快先喊 咖再说 就是那个暂时处分的意思啦 是 所以呢 不是像华国昌讲这样说 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受害呢 所以呢 你大法官现在就不要问这个问题 说你这问题呢 太政治性 要等到有人受害了 然后大法官才能提出质疑 才能提出问题吗 显然不是嘛 所以这个讲话呢 才有人解释说 黄国昌这13页呢 比较像是替他自己呢 声量做考量 另外你也看到 上报的总组笔 陈嘉宏呢 他也写了一篇脸书 在讲说黄国昌 他的结论跟我们是一样的 第一句话 大家看第一句话就好 第一句话写什么 黄国昌写了一大篇 其实还是没人看懂什么叫做反咨询 反而是他附上几段民进党立委 骂国民党官员的这个片段 然后他再问了一件事是 当时民进党在骂这个国民党官员 当时行政院长江仪化 然后文化部长龙印台 骂他们反咨询 请问你们国民党也认同 当时的江仪化 当时的龙印台 他是反咨询吗 所以显然如果国民党自己对这样的行 这样的讲法也不见得认同的话 那这一大段黄国昌在讲的 这个反咨询的部分 请问到底是谁看得通啊 所以问题就在于说 现在看起来呢 这整个状况为什么说 有人质疑他是替声量考量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黄国昌的直播影片 他的逐日的曲线声量图 这个要上色来看 上色来看一下 在蓝营跟白营的观众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高点呢 从这个我们讲说 在五月多的时候呢 这个看起来就一路向下了 黄国昌直播影片观看的人数呢 这整个骤降耶 我的天哪 是不是很明显 黄色的就是泛白营的观众 蓝色就是泛蓝的观众 你可以看到白营跟蓝营的观众呢 都是在五月多的时候达到高峰 之后就一路都降下来 而且是陡降 巨降 所以呢 看起来呢 对黄国昌来讲 现在跟柯文哲一样 都出现声量上的危机嘛 所以大家还是要问嘛 一个法律 是官员要处罚人民 处罚官员的 可能要关一年 可能要罚二十万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的法律条文 连定义都定不清楚的话 那请问哦 这个法律如果真的施行下去的话 你到时候 难道不会有 直接侵害人家官员 或是侵犯到其他人民的问题吗 所以呢 反质询这三个字呢 对于黄国昌 或是国民党来讲 这件事情 还是好好的解释清楚 比较适合啦 这个除了好好解释 国民党跟民众党也要稍微瞧一下啦 因为里面的梅杠 真的是藏在细节里面 我请冠婷来看一下 这个因为黄国昌啊 他那个洋洋洒洒的那个十三页里面 其中有一段 我们把它截录出来 他刚才清皇哥嘛 改岁很少啊 最重要的就是说 行政院长啊 跟各部会首长 对立法委员所提出的质询 如果你不予答复 这个呢 这个算不算 这个反质询 他前面是讲说 反质询 就是呢 连结于质询的答复 跟质询是相对立的概念 那反质询规范的意涵是什么呢 就刮起来 黄色这一段 院长啦 各部会首长 对立法委员所提出的质询 若不予答复 这颗领的西 那另外 反禁对质询委员提出质疑啦 责难啦 结问啦 或提出跟质询无关的问题 好那大家注意看哦 冠田一叫瞎不予答复嘛 另外那吴宗憲讲的又是什么呢 吴宗憲说 公务员在听证 或接受质询的时候 如果你觉得事关重大 你选择你不予回答 不可以耶 所以吴宗憲说可以 黄国昌的意思是不行耶 这样到底是要怎么说啦 黄国昌这个答辩书 会把大法官捕捕捕捉啥啦 对啦 我先讲哦 吴宗憲跟黄国昌的角色是什么 他们不是律师不是辩护人 他们是立法院的机关代表 协商之后 民众党一个人 就叫黄国昌 国民党两个人 其中一个叫吴宗憲 所以他们是机关代表 你们机关代表 要不要大家汇一下你们的意见啊 机关代表两个的意见不一样耶 现在有一个核心的点嘛 黄国昌认为说 如果官员有不予答复 那这样子也算就是藐视国会 也算是这个有问题的一环 结果吴宗憲认为说 如果这个事关重大 机密啊等等 可以选择不予回答 我跟你讲吴宗憲也是在 我们不要替吴宗憲讲话 吴宗憲他的论述背后是讲说 哎呀他可以不回答啦 所以呢为了这个事情 最后不会去违宪啦 他是用这个理由 去告诉大法官说他没有违宪 黄国昌是捍卫自己说 我这个法条定的没问题 然后呢你如果不回答 你也叫做这个叫不尊重国会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你罚则 两边的论述不同嘛 那法官怎么处理 可是我回来讲喔 除了乌鸦姆沙沙以外 黄国昌他今天是搞不清我状况啊 今天为什么搞到 要一个反质讯三个字 泱泱沙沙要写十几页 这个就是一个结论嘛 我们一直在讲的 当时的这个法条定的很烂嘛 这个法条 我们所谓的国会改革 或国会扩权 更完整的时间讨论 就不会定成这个样子啦 为什么今天连一个反质讯 你要写成这样复杂到如此 那个解释到今天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结果网友说我看完之后 还是不知道你在写什么 黄国昌被挑战完之后 他现在今天的结果是想说 不对啊 反质讯这三个字 你在台北市议会啊 台南市议会啊 议事规则里面都有 为什么我们不能写反质讯三个字 来 我跟大家报告 正式打脸黄国昌 台北市议会 台南市议会的反质讯 有罚则吗 最核心的点嘛 有人说要把那抓去关的 反质讯没有关 但两万以上 二十万以下 立法院有没有全力罚官员钱 讲完了 这个是你立法院 什么时候有权利可以去罚官员钱 而且他直接明定 在立法委员职权行使法里面明定 只要院会通过 两万以上二十万以下 这有权利的问题嘛 再来第三点 黄国昌经捍卫的方式是讲说 呛大法官 他讲说 哎呀 这个是高度政治的问题 应该由政治部门决定 宪宪宪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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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這個結果之後 那個大法官 大法官裡面沒有人有絕對多數 兩邊認為說違憲不違憲的 都少數 我講結論 結論是兩邊各說各話 連戰可不可以兼行政院長 副總統 最後結論是認為他違憲的人 看完大法官的裁決認為說 對 那個是他就違憲 認為他違憲的人 看完說認為他違憲 最後連戰選擇 不繼續兼任行政院長 我要講的是什麼 當時大法官這個419號釋制自己去寫 這是政治問題 憲法法庭不宜介入 但他不宜介入完 大法官有沒有寫相關的這個釋制 有 所以黃國昌 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講他是 法盲院的人 他是康萊爾博士 可是你今天這個問題 你要不要看看以前怎麼處理 現在怎麼處理 419號解釋都認為他是政治性問題 總統任命的副總統 選出來副總統 可不可以兼行政院長 這是政治問題 可是連政治問題他都寫的洋洋沙沙 一堆解釋 包含是說 如果是一般的副總統 今天沒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總統有狀況 這個副總統變備位元首 今天就有問題 寫的 還是洋洋沙沙沙 可是黃國昌你要去講說 這個 我們 立法院訂出了一個 跟me 政單位機差 關係刑的 一個法律 然後說這個叫做 高度政治性問題 政治募能解決就好了 大法官不要管 難怪會被吐槽嘛 有人就吐槽說 黃國昌這論述叫 大法官的法官 一個比較大 你直接可以質疑說大法官不應該 處理這樣事情 說真的 你現在在這個案子當中 你的角色是 你替立法院去辯護 你去替立法院講說 我這個法令訂得很讚 我這個法令沒有違憲 我這個法令沒有侵害其他院的權利 你要講清楚是你這個部分 而不是利用你自己的那種高聲量 然後利用你自己的那種權威 然後直接去跟大法官講 你不應該介入 剛才大家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我仔細再看一下黃國昌的這段話 他剛才我可能有一點誤會 黃國昌的意思 他意思說反質詢 可能是院長 部長 對於委員的質詢 不予答覆 不說話 然後而且你反而 直接對於質詢委員提出 質疑 責難 結問 提出跟質詢無關的問題 這他才覺得叫做反質詢 所以這兩段要把他一起看 鬥點 對 鬥點 並不是說剛才我剛才好像解釋錯了 說不予答覆就是反質詢 這樣可能解釋不對 他意思是你不講 然後結果又反而提出了你的問題 責難 結問等等的 這黃國昌他們的意思 那我請教一下民佑 因為像是白白也是律師 林志群律師就說 拜託一下 你想四天 然後寫了這個十三頁 簡單來講啦 反質詢就是說 官員不能硬碎硬碎啦 不能頂嘴 這麼簡單 答案竟然還要想四天 那另外呢 還有剛才這個青黃哥所補充的啦 這個陳家宏 媒體人也說 你不要各種玩弄這種偷換概念的手法 為自己辯白啦 你到底會不會不好意思啦 我想他可能是不會啦 來民佑怎麼樣看啦 說真的啦 委員問什麼樣的問題 通通都可以嗎 問到機密也都沒關係嗎 我覺得是這樣啦 我覺得黃國昌 現在比較少上政論節目 不然他真的很會講 不然一直直播間都很厲害 因為你要記得 他現在補充這十三頁 是因為在憲法法庭裡面 尤博翔法官怎麼問他的 他問他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他定義不出來 那時候幾分鐘都在講什麼 這個如果那總統可以到立法院被詢 或被打詢的時候怎麼樣 我心裡想說他問你的問題 你沒辦法以問答問 這跟反質詢有關 那個已經是國情報告那一關了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 本來對反質詢的定義 就是很熱鬧的給他嚇嚇出來 然後結果這十三頁呢 我想先跟各位解釋 今天我們看到林淑芬委員 是 雖然出來罵黃國昌說 你是Cornel的這個法學專家 可是你對反質詢的定義 完全不清不楚 好 林淑芬委員在那裡 你去看他臉書完全看不到 但是下面黃國昌的回覆的時候 就是拿林淑芬在質問官員的影片 然後來做文章說 民進黨的立委是不是也支持反質詢 我想問一下 民進黨的立委是要求官員不能這樣隨便答覆 但是裡面有任何的行者嗎 沒有 所以一樣是法學專家 有一個叫林智傑 之前在新竹選過立委的 你看他就回他很有禮貌的 跟他說學長好 可是林智傑幾個字就代表了黃國昌十三頁 我告訴你幾個字 他想要講的意思 對對對 意圖根據質詢之回答義務 對行使且合法質詢的職務之委員 為辱罵責難 然後決詢行為 或無提出質詢相關之問題 則違反質詢 他幫你定義了十三頁 所以你十三頁是白寫的 然後再來林智傑回答他之後 也告訴他說 如果你加上這個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根據這個大法官所擔心的構成要見不明確 你加上這幾句話會比較確實 所以如果我是黃國昌要回覆這十三頁 這十三頁我大概把它看的內容 從古到外從外交 從美國的例子 從國外的例子 寫了洋洋灑灑十三頁 不如林智傑一句話 那這一句話 我們再來延伸相關的法規 那大法官可能覺得說 這個不錯喔 有多少給我回答到 不會說以問答問 但是問題是什麼 包括林智傑律師他所提出的 你就是根本就是不要讓官員去針對你嘛 那你去定義出來你到底要不要罰嘛 這種東西要想四天嗎 你想一天都想清楚不用當天其實就可以想了 沒有因為法案是他提的那天就應該要印好啊 可是他剛手聞正 他給你抗檔抗腮 抗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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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都聽不懂 但是他的倉粉們很high 因為我看直播真的非常多人 所以黃國昌那時候只care一件事情 我管理尤博想問我什麼 我只care我現在直播上面有什麼人在看 他說因為對方辯方有人侵入我 所以他要馬上回覆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幾件事情 第一個他沒辦法回答 包括行政院代表律師所提出的問題 那個很帥的李全合所提出的問題 你要特別強調很帥 對 真的很帥 你把俊俏的臉龐放哪裡 對 雖然他已經結婚了 大家死心吧 第二件事情 由博想大法官所提出的問題 他沒辦法回答 然後再來 我看翁曉玲倒是蠻幫到忙的 沒辦法回答 所以那一天表現最好是誰 各位知道嗎 就是吳宗憲 就是吳宗憲 對 因為大家說他不要回答 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欸 翁曉玲人睡沒飽啦 睡沒飽 不好意思 失眠啦 你那個憲法沒聽到開手 沒關係 但是我要講 大家的準備時間都是一樣的 為什麼今天林淑芬會 非常氣憤的出來回答問題 因為他要告訴全國人民 他拿過去民進黨 包括林家龍誰誰誰 提出的問題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說 喔 你這個官員不回答我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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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刑刑 判刑刑 沒人敢當官啊 沒人敢當官啊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 為什麼要應推 這個賣台二部曲有關嘛 所以人家常說一句話嘛 當然之前都討論過啦 逃得過沈柏陽 跑不過 游柏翔 兩個名字很閃 所以黃博少要記得一件事情 這個補考你貼在臉書上 你把答案貼出來 你要先要求翁曉玲要搞清楚 吳忠祥要搞清楚 國民黨要搞清楚 民眾黨立委要搞清楚 不然我很認真的看這十三頁 因為我法學素養不夠 看不懂 但是林志杰寫的這一句話 我就完全了解了 所以請你附註上去 我們等一下再讓兩位議員 來補充一下 這邊我真的很想聽一下 溫大哥怎麼看 我覺得黃國昌 他在面對大法官 或者是國民黨委員 在面對大法官的時候 他們很喜歡 就是直接抹綠 包括你補交作業裡面 還特別喔 現在要召大法官 現在偷罵大法官 說這種什麼高度政治性的問題 大法官怎麼還會提出來 真的好驚訝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要影射 這種政治性問題 大法官有偏心嗎 是不是小英提名的等等的 現在都用這招呢 就是用這一招直接抹綠了啦 來請教一下溫大哥 剛剛提到翁曉玲說他睡眠不夠 各位不知道他們公公過去就是大法官 對啊他們公公也是大法官 所以他最大好攀的執掌或權責 大概比其他的人都還了解 因為自己的先生嘛 所以他那天說用睡眠不夠來呼籠 這表示說你實地不宜啦 對吧 因為你講了你變成你就會自貶身價嘛 你要黑白目你都要黑白目嘛 我是覺得民眾黨到現在他們到現在 其實也不只是民眾黨啦 我特別調出這個是 某大統媒的社論 大法官要鎖住憲證 護欄 用社論喔 這第二版 事實上立法很單純啦 所有的立法你照不來 怎麼說 立法這個立法院已經蠻久了 但是到現在大家都沒有我們的憲法法庭 謝瑞智博士 李登輝時代的國安會諮詢委員 世大的教授 惠也納的博士 他編過一本憲法大詞典 我覺得說 趕快把那本憲法大詞典每個立委發一本 因為裡面所有的大概繼續民意啦 這一本是他寫 邁向21世紀的憲法 他知道中華民國憲法後面事情了 所以李登輝請他當諮詢委員到總統府上班 我還去拜訪過他 他就說 哇這些大工程 事實上李登輝任內跟阿扁任內多修憲 修不了 所以現在是變成丟給憲法法庭 憲法法庭現在就像我們看到的法國情況一樣 你到底憲法是雙手掌制或者是一邊倒 看選舉結果 台灣就是因為選舉 讓民眾黨跟國民黨 他現在有法租 這就是我們看日本的報紙所下的 立法院的前線 意思就是說現在亂言 外國人 尤其日本啦 我們雙手掌看最清楚 他跟我們想盡 看誰清楚 他看不到的時候 他不知道誰會亂 藍白風沙 現在現在立委怒嗆黃國昌 師兄應該把黃國昌弄到這個報道裡面 也不要說是日本 我們再看這個是東大教授 他認為反正你現在台灣的亂言在立法院 憲法法庭那個工房其實都是煙幕啦 因為他主目標 他並不是要你有什麼 依法論法或者是高來高去 他就是要跟你亂 亂了讓你整個都揮起了 整個停擺 國會停擺 預算停擺 人事停擺 然後監察員空轉 考試員空轉 他現在在亂講 所以我們要知道 這外國人也不是看不到 特別是今天 中共開始要開場會了 對 時間點你看 照得真好 整個嘟嘟好 是啊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 別人他們的母親大家看不到 其實美國看不到 我特別把這個資料調過來 讓各位算是了解一下 到底民主是不是最好的制度 民主是 問題是有人就是要來亂 尤其康南法學博士 我是覺得應該比照美國有一個 好像台灣人權的一個團體 把黃國昌的那個那個 頒給他的獎要把他收回 他撤回是不是 要把他撤回 就是說那個黑白幕嘛 我們看走眼啊 事實上 現在我們看就是吳煙霄的戰場 吳煙霄的戰場 就像馬錫會之後 看台灣的國會監督 張龍鋒 李登輝那時候的十八套劇本的 竹筆 他都已經預測到馬錫會台灣的國會監督 接著一下就是一個對話戰場 對話戰場 大家各說各話 博揚下來 從人治到法治或者怎麼看法律 師兄法律很單純啊 就看你有沒有破例 你是一個法匠或法治社會 或者是依法論法 好了美國看不下 美國真的看不下 為什麼呢 本來八月AIT處長才要調過來 結果上禮拜已經報導 上禮拜報導 我特別讓各位了解 來者不是不善 來者非常好 台灣女婿鼓勵員外交之力封 三度駐台 你知道 他們甘手台灣人嘛 所以就台灣女婿嘛 他們甘手的媽媽 就是我們尤親法學博士的阿姐 很親 你知道嗎 民眾黨國民黨 眼睛爬那麼輕的 AIT派人來了 不要再亂不悶 不然到時候 請再一次給他們討 來這個韋傑議員 他剛才大家都有講啊 民眾黨出了一個 康乃爾法學博士黃國昌 國民黨也有這個 慕尼黑的法學博士 汪曉玲 兩個人都這麼厲害 結果憲法法庭那天的表現 就只有這樣而已 所以你看到最後 還要回來什麼補交作業啦 說真的啦 這個十三頁泱泱沙沙 我不知道韋傑議員這兩天 有沒有熬夜給他看完啦 來議員 當然我沒有認真看 那十三頁裡面的內容 是不是看林志傑那五行就知道了 沒有沒有 其實我有 直接幫你省時間 我送給你 沒有沒有 你找那一段傳給他啦 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反質詢這樣的一個 林志傑叫做的是 杜克大學法學博士 對 你一樣是法學博士 林志傑講得比較清楚 對啊 可能黃國昌委員他想說寫得更清楚一點嘛 所以他寫十三頁 那你為什麼沒有看 因為我沒什麼時間去看 沒什麼時間 我覺得 因為大家其實對反質詢這個定義 應該理解上是沒問題的 只是說你要怎麼把它 完整的敘述出來 可能沒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它講出來 會打到撲手撲完耶議員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說 是不是那一天在這個開會的時候 是不是他們的準備 是不是有點不管是不足 還是說有點大意 要想說奇怪 可能會針對這個立法的一個背景目的 或是未來可能會造成一個狀況來做一個討論 那可能沒有想過說他臨時來問他說 我覺得問反質詢這一題其實不是在刁難 不是很難耶 輕描行眾大家已經問了十幾次了 對 但我會覺得說 他是覺得說這種反質詢 就像我講的很多東西是很簡單的定義 你講我們都懂 但是你說要把它完整的論述出來 會說用學術的規格 還是用法律人的規格講出來 是他剎那間沒辦法反應 我不知道啦 這就實力問題了 他可能講這個根本就不需要問我 大家都知道的 那要心有靈犀 所以他還要回去查說 怎樣講會比較完整一點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泱泱沙 他又剪了一支影片 把那個林淑芬啊林佳龍 那待會我覺得他可能就是舉例說 過去有這些反質詢的影片作為佐證 但是我覺得說今天還是要回到 回歸到整個立法的一個目的性 而且今天大法官今天問你 就是說大家想要討論說 到底為什麼要修這個國會改革的法案 修的目的是什麼 那大家把這個正反兩方 大家把每一方的意見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所以我會覺得說當然 那一天在開會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在野陣營之間 彼此的這個橫向的聯繫 沒有特別 因為像剛剛如果按照上面所提議出來的 好像黃國昌委認為說 這個也不能不回答 但是我們吳宗憲委認為說 如果是關於機密的 你可以選擇性的 選擇不回答 他是說如果你不回答 然後你又提出了這個其他的質疑 其實我覺得大家 大家比較在意就是說 你反問我問題 我覺得其實會推這個反應是因為 在這幾年過程當中 很多的行政官員常會反問 這個民意代表 跟其他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說你是對於民意的一個不尊重 但我覺得對於民意的不尊重 我覺得立法機關民意機關要守住我們的底線 因為畢竟我們代表民意 但是說這樣的一個底線怎麼樣 也不要說愉悅了這個其他行政機關的一個奮計 我覺得大概一個行政立法的一個良性的互動 我覺得才是全民之福 但我覺得既然已經修了這個已經想修這個法 沒有 我跟你說韋傑議員你這樣真的不行 然後黃國昌三四天十三夜你不敢看 這樣真的不行 那冠廷要再來補充一下 韋傑議員我們整個都我們頭很痛啊 我們都給你討我們認不認真看 然後韋傑議員自己沒看 而且我跟你說卓冠廷沒有調時差 還在看那個十三夜 昨天有打台灣為了介紹前面還要認真看 然後你還沒看 然後譴責完之後我講一下 所以第一個啦有沒有違憲大法官認定 可是從攻防的過程看得出黃國昌問題很大啦 你看喔黃國昌在講說反質詢定義啊 不錄影片嗎 寫了一句話我覺得被抓到小把柄 他講說那個我始終堅信 唯有透過不斷的辯證 才能將民主的根紮身讓民主更為深化 他在解釋反質詢喔 對啊要辯證啊 為什麼不在三毒無前好好辯證 不是你怎麼會現在才會辯證 那當時不是說什麼最高機密嗎 對 之前表決前最高機密 然後現在打憲法的官司的時候才講 對我們要不停的辯證 讓民主深化 不是啦這個是真的三毒前就要辯證 怎麼會搞到憲法法庭 這第一點 第二點喔 我不管這有沒有違憲 這是沒道理的 我們在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新北市議會也好 台北市議會也好 各個議會 我們議員們如果被官員反質詢 所以我們會講 你不要反質詢 然後請議長支持 這是個攻防啊 為什麼這叫攻防 今天如果說一個議員或立委 問了一個非常沒水準的題目 然後這個官員最後只能講說 那個最後官員然後嗆回來 然後最後這議員只能說 你不要反質詢自保 通常這樣的狀況啊 那個議員後來在輿論上 在媒體上 在網路上 所以被修理到無地自容 可是有一些面對真的比較 說有一些可惡的官員 他們是真的反質詢的 你嗆回去說你不要反質詢 社會會給你掌聲 這社會有一把尺嘛 民意未看嘛 人民有自由 一把尺有公平的 這就叫政治攻防嘛 今天黃國昌的法案是怎樣 是要把你的官員的手綁起來 然後呢 誰定義反質詢 就他寫得非常清楚啊 誰定義反質詢 立委們定義 其實就他啦 對啊 最後立委們最後怎麼定義 他的立法委員質詢 其實很清楚啊 有院會決定 所以最後反質詢定義 就是多數的立委決定 這是沒道理的吧 以前的狀況是 兩邊攻防 誰有道理誰沒道理 民意決定 人民看了之後給你掌聲 然後給你巴掌 現在不是啊 立委們只要選贏了 人多了 然後最後就可以 揉令這個官員 這不對啊 來這個冠婷 因為你剛剛從美國回來嘛 所以這一題 你要繼續打 因為王洪威 他現在就是拿那個美國 前總統川普 昨天我們討論了很多嘛 包括他這個 遇害啊 好感知 川普沒事 但是王洪威他現在說 你看 現在美國的這個 包括眾議院 哇要調什麼什麼啊 這個 調這個相關的一些部門 相關人員要來了 他說你看 調查權有多重要 所以他拿川普的題目 好然後來顯現說 哇國會調查權非常重要 借題發揮了 那結果呢 美國的制度跟我們台灣 有一樣嗎 完全不一樣喔 這差很多很好笑 但我還是要前情提要啦 我們雖然說現在在講國會擴權 川普大家也是很很很 就是很想知道嘛 也是很關心的 沒有 因為這樣子 美國的secret service 就是特警局一定會被究責嘛 這問題很大 包含就是說 欸怎麼可能距離一百多公尺 然後對方已經爬到樓上 然後被看到了 警察追上去 因為甘萊迪被刺殺之後 美國的所有的這樣子的 總統跟候選人的委員 是特警局主導 現場有誰 有FBI 有CIA 有當地的警察 結果當地的警官追上去之後 被對方用槍往下逼退 逼下來之後 後來發現你怎麼當時被把他阻止 不好意思那個警察沒帶槍 天啊怎麼沒有共識 所以特警局現在被嚴正的檢討 7月22號要開聽證會 特警局的局長一定被叫去 立委們 就是眾議員 美國的眾議員們就會問 這些特警局的相關官員 對啊 該問啊 我跟大家報告 依照中華民國憲法 現在做這件事情是誰 監察院 監察院的調查官 監察委員發生調查 官員要去回答 那最後就會決定說 是不是要彈劾啊 還是調查報告 不好意思 這就是憲法 因為我們台灣有監察院 美國沒有嘛 不是啦 官官會講說 哇 國會調查的重要性 不對 這是監察權 所以我誠懇的 拜託國民黨的立委們 韋傑也在這裡 你們就一起來參加修憲 我們把五權憲法 修成三權憲法 民進黨從一到現在從還沒變過 民進黨主張三權憲法 我們希望立法 司法 以及行政權三權分立 我們跟美國一樣 走三權分立 你們國民黨就來支持 你如果真的要這樣算 那就大家一起修 我們修憲就會過嘛 你們上一次在修 18歲公民權的時候 我們希望要修成三權分立 國民黨說不要 五權憲法是我們的根 孫中山先生 所創立的五權憲法 把傳統中國的 這個也是要插個嘴 當時民進黨有提案為什麼要策案呢 當時不是蔡毅宇已經有提案說要修三權分立 後來自己策案嗎 你們不支持啊 現在又有人從心在提了是不是 沒有 就是這樣 這個在玩文之遊戲 修憲是二分之一就可以過嗎 你們國民黨只要反對不會過的嘛 所以只要國民黨講說 有政治的互信就可以修 願意修三權分立 那就大家來修嘛 沒有你們就是你們的神主牌 你們的Bible嘛 這個事情就好 沒關係 修修等一下討論 冠廷你們要一起修憲之前 先一起邀他們組一個讀書會 對 至少看一下 對啊 我最後講一句 我最後講一句 就是韋傑這樣OK啦 我們大家互相攻訪 可是現在就是五權分立嘛 我們可能不喜歡你們很愛 但現在就是嘛 現在制度的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嘛 所以你現在要講說 對 好棒喔 人家為什麼可以把那個官員找去 可以完整的調查 對 這個事情是監察院做的 如果有一天有類似的情形 我們希望在台灣不要發聲 就是說特勤啊什麼有狀況 監察委員一定會發動調查 對 來這個部分 真的需要好好來討論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再來看到 我覺得最近這個人 可能也很需要聲量 麥玉珍他最近討論的話題 我覺得快要比黃國昌還要多了 從火龍果事件之後爭議不斷喔 現在連他的論文 貓貓似插貓 人家很認真 他就有片組耶 等一下回來 親王跟我們一起來補充 網紅四茶貓再出手 這回拿出民眾黨立委 麥玉珍的研究論文 來跑個比對程式 發現麥玉圓的研究論文 某些地方把別人的研究方式 和研究結果整頁複製貼過來 四茶貓直接畫重點 畫面的左邊麥玉珍的研究論文 黃色的部分和右邊藍色的部分 高度重疊 只不過把人家的七點結論 濃縮成五點結論 麥玉珍否認抄襲 但他先前還被發現 加入統促黨臉書社團 新住民立法提案 又被質疑 偷渡降低中配入籍年限 民眾黨怒嗆抹紅 但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再加碼 來個紅筒認證 就是因為爭議燒個沒完 同黨立委趕快想辦法 要幫麥玉珍解圍 那麥玉珍委員 堪稱新住民之母 那不是當的部分就是 什麼什麼之母 那不是什麼職務 而是替新住民做了什麼貢獻 他有多少資歷 有多少高度 然後就是奉獻 我覺得他 他不是新住民之母 不是 民眾黨立委麥玉珍 就職的時候身穿越南國服現身 引起話題 如今又陸續爆出火龍果 和紅筒論文爭議成為焦點 現在民眾黨很想起 覺得說都被民進黨給抹紅 我先請教一下金黃哥 因為像今天林俊憲 其實他的臉書 我覺得他講的 他把那個時序列出來 大家就很清楚 民眾黨你在講說 別人都給你抹紅 但其實到底這個標籤 是誰貼上去的 三月份的時候 民眾黨一提的這個包括草案 是沒有所謂的中配年限條款 怎麼我們看到 那六月 國民黨在草案裡面偷渡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那個文字 那七月的時候 這麼樣的剛好 民眾黨的修正動議 一字不改 加了進來 加了所謂邱振鈞的版本 我們來看到上面的這個畫面 上面這一個 這個是國民黨的版本 這個是國民黨這個苗栗的立委 邱振鈞他所提案的 那當時其實國民黨已經解釋了 就是說取得身分證 就是中配跟其他的外籍配偶時間 不應該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要比照辦理 就是這樣 那他後來怎麼變民眾黨 後來提案版本 也把這一項給加進來了 那你這樣子 不就通通都是在附和國民黨了嗎 對 我們先還原問題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一定要幫大家複習一下 這個為什麼中配跟外配 本來在我們的法律上面會有落差 除了法條不一樣之外 這個對於中配呢 他當然是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但是有很多實質的東西呢 中配跟外配本來就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最明顯的是 對中配來講 不用放棄他原來的國籍 那這件事為什麼重要 是因為他也放棄不良 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籍 他要放棄的難度很高 那你也看到之前有人這個 像我們看到有些中配回去要放棄的呢 遇到被刁難的狀況 對 那其他國家不會有這個狀況 只有中國會有這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你可以看到這個外配 其他的要通過語文考試 還有公民常識考試 但是中配也不用 所以本來就有基本的落差 好 但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這些先天條件的不一樣呢 現在看起來呢 對於民眾黨來講 你都不管了 你現在就要求說 反正不管 你現在所有中配外配 都通過當作是外配來看 然後所以呢 他行政措施 你對他們就是不能不一樣 具體的講 反正你就是把 要把它的取得國際之間 從六年降為四年 各位這件事情之前是誰在講 這也是國民黨在講 這也是國民黨內部在討論 而且我再包一個料 我之前即便跟一些國民黨立法委員 私下在問的時候 其實也很多人是不贊成的 因為覺得現在這個時間 選民關心的是民生法案 那你幹嘛去動這個東西 然後很容易產生衝突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妙了 現在看起來呢 這個國民黨現在呢 轉個彎 變成是由民眾黨來幫他推 由民眾黨自己提案丟出來 然後說大家都在抹紅他 說法案是你們偷渡進去的呢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時間脈絡 這是林俊憲寫寫得很清楚嘛 三月的時候 民眾黨的草案 根本沒有這個版本嘛 六月的時候 是國民黨裡面帶進去嘛 七月 變成是民眾黨自己把它偷渡進去呢 你自己把它加進去 然後現在說人家抹紅你 然後好來再講另外一個 更妙了 這個圖呢 還是要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個麥玉珍被大家提到說 你是不是跟中國那邊呢 看起來你對他這個情有獨鍾 心有所屬嘛 我們不能說你一定是偏統的 但是這個中華統一促進黨 這本來就是促統的嘛 然後中華統一促進黨 女娃黨部 那你就是有加入到裡面去啊 那你加入到裡面 那麥玉珍跟大家解釋說 他是去交流的 對 我們也相信你是去交流的 因為你很熱烈的發文嘛 你在裡面有發文啊 所以你看這個是王友傑的圖喔 王友傑的圖來 你注意看2019年他有發文 然後這2017年他也有發文 他大概有三四篇的發文紀錄 2022年他也有發文紀錄 好重點是你如果發言發文 那坦白說也是你的言論自由 我們也尊重 那我們只是希望說 你的政治主張可以更明確 那結果呢 這裡面看起來要嘛就是限制朋友 要嘛就是刪掉了嘛 這臉書上面寫的嘛 會目前無法查看此內容 會發生這情況是因為擁有者呢 這個與特定人分享內容 或者是刪除內容 這個情況大家就覺得 這就怪囉 有沒有欲蓋彌彰的問題嘛 大家問的就是這件事嘛 有沒有欲蓋彌彰的問題嘛 而且本來大家只是在懷疑 欸國民黨的鍾小平出來幫他夾嘛 說沒有啦 他其實跟越南也不怕他學 他是跟中國走得比較近 鍾小平說的耶 鍾小平補這一槍喔 坦白說出乎意料 很重很重很重 對這個坦白說那個鍾小平補這一槍 真的還蠻重的 這件事比那個投火龍果還要嚴重 他竟然說他跟越南也沒那麼熟 這句話呢坦白說這踹這一腳 是出自於國民黨 我都不知道民眾黨要怎麼看這件事情 是個人言論好了 個人也現在就會變個人言論了 我代表韋傑立場 韋傑你也支持 韋傑你也支持中沛的年限縮短嗎 不是我是覺得年限要不要縮短 大家可以共同來討論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堅決反對喔 不不不 我跟你講 你要縮短很簡單 就是說第一個 他到底他的他的這個 你對他那個保障 就是說好外配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說真的 你把他也當成是 你也把他當成另外一個國家的人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能把他一樣 這第一個 我覺得就人全面來說 為什麼不能一樣 這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我覺得好 你覺得他不一樣沒關係 你認為他的國家一天到晚 在恐嚇這個台灣恐嚇我們的國家 你認為他更嚴格那可以 那我覺得也應該大家把它協商出來 大家講清楚嘛 不要不要認為說他這個外配 我覺得我們應該秉除這些 把他如果都一次看成他是外配的話 我們需不需要把他統一起來 統一這些年限 因為畢竟把他當成另外一個國家的概念了嘛 我想這也是現在執政黨 他的一個觀念跟想法 你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韋傑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另外一個國家 我說如果你們認為應該要 你認為他是國安法 結果你這樣子是違反國安法 第23條 我們跟各位觀眾朋友說 我們稍微來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看 安伟傑你注意一下電話好不好 我們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欸我覺得那個玉珍真的很夯欸 這張玉珍所有人都要搶答欸 這個直接直接來啦 後來清往這邊還沒有補充完 剛才說這個鍾小平踹這一腳很大力欸 對啊他說他講鍾小平說這個賣玉珍 各位你要知道他這個民眾黨提名他當部分 去立委主要就是因為他代表這個新移民新住民嘛 吳春晨還給他一個什麼封號啊 什麼新住民之母嗎是不是 哇他用新住民之母用這種講法是有點誇張啦 但是他確實代表民眾黨部分區 他代表是新住民的身份嘛 那之前談的都是越南的部分嘛 那結果呢你要想說欸奇怪 你們藍白在立法院不是合作的很順嗎 對啊怎麼反手 然後就直接拆麥玉珍的台 說他跟越南沒那麼熟 然後比較青紅頭 那當然我們剛剛給大家看那個 那個臉書上的社群女娃黨部這件事情 那坦白說面對質疑 我覺得對民眾黨來講解釋 講清楚就好了 但是直接就直接講那個 他們的動作就直接撤除在立法院的協商 這個坦白說政治動作就太大了 那更不用說現在是鍾小平直接提問嘛 那回過來為什麼剛剛大家講那麼熱絡 是因為剛剛韋傑在前面提到說 那就直接把他按照外國籍配偶就好了嘛 你把中配直接比到外國籍配偶啊 但問題兩個點喔第一個 這個他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想說馬總統應該會抗議 馬前總統會抗議吧 馬前總統一定會指責這個韋傑的講法 你就是兩國論 你怎麼可以把中配直接比到成外國籍配偶呢 他如果變外國籍配偶的話 那你不就是擺明了 國民黨現在也支持兩國的講法嗎 一邊一國嘛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第一一方面是中國自己政治性就很強 然後整天想要搞統戰 所以過去你看到幾個國安法案例 等一下冠你也可以補充嘛 有幾個國安法案例確實在台灣發展組織 或是被統戰戰鬥 那個也確實有些是跟中配有關的 但是我們必須要先說 我知道有很多的中配在台灣是好好的生活 那他們通常是政治上也選擇比較低調 為什麼比較低調 因為怕如果他去參加台灣的政治活動的話 家人在中國可能會變成共產黨來威脅的目標嘛 所以呢 這就是為什麼中配在看的角度呢 跟一般的外配呢 為什麼過去在國安上面看起來會不太一樣 那更不用說實質法條上面 他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在上面嘛 那所以如果要真的比照外國際配偶的話 那你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這個是要拿掉嘛 所以這個喔 韋傑剛才說他要比照外國際配偶的話 我覺得這個能不能代表國民黨的立場 這可能的話是未必的 民眾黨現在都說 人家抹紅他們這樣不行啊等等的 講到民眾黨黨主席柯文哲 這一定要請教文大哥啦 你知道嗎 柯文哲他怎麼樣說 他說民進黨現在就是這樣啦 都要藉機製造衝突 用抗中保台啊搭配造謠抹紅 傷害了民眾黨的善意 最後這一句 深深似透新著名的心 哇來溫大哥 現在大家都越說越嚴重了 如果沒有記錯啦 民眾黨一開始 本來不分區立委要提一個陸配 當時我們其實在這邊也聊了很久對不對 結果那個陸配啊大概嚇壞了 還沒有提 對對對徐春英 後來能夠自己縮起嘛對不對 對對對 反而啊反而是國民黨 有一個陸配的中常委 我特地把昨天晚上收到 以前自由時報總編輯啊 林健天帶給我的 各位看這一段 中國內地這個澳門入籍要等十一年 入籍到香港七年 中國內地本身到上海北京要十年才能夠入戶 看好清楚喔 中國是一國兩制喔 他自己內陸的人要到上海北京這種大都會要等十年 架到一國兩制下1999 回歸的澳門要等多少 十一年到香港要等七年 台灣六年 對 不好意思 我覺得要十二年 要加倍 對不對 你自己看一看嘛 你們自己的對岸的法耶 管戶籍管很嚴 對不對 非常嚴格的 台灣的副級 我跟你講在蔣介石實在叫副警合一 所謂副警合一就是 副政事務所裡面的高幹 全部是警察調過來 透過警察 所以各位要了解啦 我會覺得說 我現在這個麥 這個麥 麥玉珍 這個麥不是小草 這一株麥得要好好啊 讓他盡量多講 我覺得他講得越多 大家會看到心驚膽跳 為什麼呢 各位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國民黨中常委出現的 27席的中常委 陸佩和英錄當選 在昨天我們下面的友邦 叫菲律賓 有一個市長被抓了 因為他的指紋 發現他根本就是中國人 對貿佑 所以台灣本身也有報導 但是各位要了解啦 其實這個都是中共本身 在不要說是對越南對菲律賓 我現在甚至於懷疑 這麥的本身DNA把它鑑別一下 到底是不是越南妹 多多存疑 就是這個 你不要想說 他故意講是新住民 祖母 新住民 有多少新住民 台灣新住民至少有三十幾個國家 你是祖母 美國來的 日本來的 新加坡來的 這講話講到膨脹到太白目吧 我覺得民眾黨犯了最大的忌諱 就是這樣 所以對麥一針 我是覺得剛剛有提到監委 各位看一下 台灣的監委很有價值 林國民提前請辭 大家道不同不相為謀 建議院我還可以幹兩年 我退了 你要當人家的傀儡 你要當剛剛提到的 根本就是統戰嘛 你們這執行統戰任務 你不要以為台灣人不懂 每個人發一本統戰工作 你就可以知道裡面 對於港澳臺工作是做什麼東西的 白紙黑字啊 不要再騙 民眾黨你們八家這樣趕快 學一學 民國民 這樣才不會遺臭萬年 民眾黨現在我覺得很不甘心 甚至冠廷 人家也說得很危險 黃國昌還說什麼 我們委屈 跟你們協商 換來的都是抹紅 以後誰敢跟民進黨協商 誰去誰就變下個麥玉珍 那今天因為大家知道 今天是立法院會期 第一會期的最後一天 那下午本來要做政黨協商的 可是陳昭茲 他今天早上有說 他們總召就是黃國昌 應該是不會來 因為黃國昌早就說得很想起的 那所以他們本來計劃 終止協商 要來抗議民進黨抹紅 可是他個人他個人主動要求出席 因為他希望對這個健保啊 可能健保點值等等的事情 來表達意見 所以現在怎麼辦 哇現在等一下的這個政黨協商 民眾黨如果不來的話 如果只有陳昭茲去 那敢開也行 沒有啊黃國昌就國中生嘛 不好意思我沒有羞辱了全台灣國中生 這個就中二嘛 不是他的邏輯 這邏輯會通喔 這任何一個在座的政治人物 這邏輯可以通喔 因為我們有協商 然後你們被我們批評說 你們跟統治黨跟中國走太近 然後你們就說 我們就不協商了 就鬧脾氣了 不是啦你就國中生 情緒控管 然後那個跟人做人處事 不好意思就很中二 這我不知道怎麼評論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你影響的是誰 陳昭茲對於健保 他希望有意見 他個人有一些態度想要處理嘛 人家他很關注啊 人家每個立委都選出來的 就你黃國昌最大 黃國昌不去了 身心受創了 我們被抹紅了 然後所有該處理的法案 就不處理了 當時投票給你們的 這一些小草們 是希望看到你這樣 你有脾氣嗎 因為我們被抹紅了 所以我們就不去協商了 被你們羞辱 不是啊你該做的事還是要做吧 公訪嘛 今天你要站出來跟大家講 來麥玉珍不紅 麥玉珍很白 你講給大家聽嘛 今天連國民黨的 鍾小平議員都出來直接講 我覺得小平哥 我們常常很多立場不同 但是今天有教他一隻小平哥 這個讓我們重新思考 對耶 麥玉珍在競選這一個 不分區立委的時候 他們標榜的都是 哇越南的新住民 爭取新住民的權益 我們當時的想法是 你上任桌幾個月 應該跟大家講講 你替越南新住民做了什麼啊 沒有越南的新住民 結果現在替中國的新住民 替陸沛替中沛 要把他們的那個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的年限 把它縮短 這很奇怪嘛 再來我要講 國民黨跟民眾黨 今天態度有點不一樣 國民黨為什麼中小平 會跳出來打 中小平不是頭腦壞掉 不是頭隔被撞到 國民黨知道中沛這一題 不要把它當成是優先要處理的事情 今天民眾黨把這件事情 當他們優先要處理的事情 你當然會受到攻擊啊 為什麼 我先講我的個人立場 我堅決反對把中沛的 或陸沛都好 叫中沛叫陸沛隨便啦 的年限 變成中華民國國籍的年限 把它縮短 為什麼 我先講最核心的 大家知道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國籍的人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規範 必須替中國政府提供情報 我給大家看 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 第幾條 第七條 我們來看第七條寫什麼 任何組織跟公民 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 跟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講完了 所以今天國民黨或很多朋友都在那邊講 哎呀 我們不要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啊 當他變成中華民國國民之後 要放棄國籍 因為他們很難放棄 加上不是兩國 因為我們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這我都懂 可是老共的情報單位 會管理這個嗎 國家情報法就在這裡 就是規範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國籍的人 必須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報單位 提供情報 所以不要再說什麼要把你抹紅了 中華來台灣很多人是很辛苦的 來工作的 來這邊相愛的 各種組成家庭 我們都給予支持 可是今天麥玉珍的觀念不對啊 麥玉珍他在2月2號的臉書寫什麼 寫說 不管來自於哪裡 是什麼人 只要生活在這裡 你永遠是那個國家的人 不好意思錯 你沒有身份證 沒有合法居留證 這叫偷渡 這叫非法移民 世界各國都是如此 為什麼美國到今天 共和黨民主黨 中央大選都在變對移民政策 因為各國都面對問題吧 日本每年大選是會變對移民政策 他們也缺工啊 什麼樣的人可以變成日本籍啊 大家都在討論啊 那台灣很簡單 如果中國國民黨認為說 或民眾黨認為說 那我們應該跟外籍一樣 泰裕一樣 好那就一個一個來討論 第一個 所有外國國籍的人 變中華民國的人民 他必須放棄原有國籍 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做到 再來第二個 所有外籍的人來台灣 他們都必須要考試 中國的不用 再來第三個 如果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情報法 這樣子規定 他們每一個國民都必須替 本來他們的國家來提供情報 你到時候要不要簽切結 你要不要 不只是懸説要簽切結喔 如果被發現 你是要直接剝奪你中華人民國籍等等 這個我覺得都要討論啊 我覺得不要那麼一廂情願講說 我們保障人權 人權講保障我們都會講啦 那誰保障我們的人權 誰保障我們的主權 來這個我覺得冠廷喔 尋貴領金啊 你剛才講了那麼多 我也很好奇 不知道麥玉政委員知不知道 因為他連那個火龍果 到底可不可以帶回去 都已經有點不曉得了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樂樂等 我不曉得委員這邊有沒有吸收進去 民謠這邊還要稍微來補充一下 是不是 我先簡單來說啦 第一件事情就是2018年 統促黨也提出一個要求 就是將中配的年限由六降四 你說統促黨喔 對 所以我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麥玉政當然說他跟統促黨 沒有什麼關係啊 但是我要講為什麼剛好 你不會六降三 六降五 六降多少 你是六降四 那跟統促黨提案有關係 好 那他們有沒有關係呢 我先跟各位講 因為民眾黨一直說 我們把他抹紅 對 或者是大家為什麼要抹紅他 拿一個火龍果給你抹紅 對 為了一個火龍果 為了一個麥玉珍 去參加什麼女娃黨部 然後大家討論成這樣 我先跟各位講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今天有媒體去抹露一件事情 是 國民黨一位立委叫邱振鈞 對 大家都熟吧 然後他的立書叫張傑 張傑是誰呢 張傑就是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的副主委 哇 那有這麼多好 藍白一家親耶 那有沒有可能是藍白紅一家親 因為裡面報導去提到一件事情 過去他也參加統促黨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民眾黨新住民委員會裡面 還有一個顧問叫陳明生 陳明生他過去也是統促黨的 所以他是在2011年8月加入統促黨 是 那怎麼那麼巧 這兩位剛好都在民眾黨 民眾黨柔性政黨 對 真的很柔 所以你跟兩個黨沒關係 所以民眾黨的幹部 可以去當國民黨立委的秘書 那也可以成語統促黨 統促黨 所以 這有夠複雜 他也過得很不容易 所以我不知道黃國昌 昨天策案開記者會的時候 洋洋灑灑上午講那麼大一大堆 一大串 那人家媒體就報啦 欸 結果你裡面的幹部 跟統促黨立親 跟國民黨立親 對啊 你裡面的幹部 是這樣的背景 對 你好意思在那邊說委屈 所以你們在替邁玉珍講話的時候 我心裡有點起雞皮疙瘩 為什麼起雞皮疙瘩 因為2018年的時候 我們是全部反對說 統促黨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樣子會不會讓中國的間諜 更有機會拿到台灣的身分 來進行所謂統戰工作 好了 講了一大堆之後 過了幾年 這個民眾黨拿到八席立委 剛好有個八 邁玉珍就提出這個要求 那吳春成厲害了 說她是這個新住民之母 比較鎮重耶 民佑 那葉克摩之母是誰 蔡壁如 對 所以在這個民眾黨裡面呢 只要什麼是之母的 我都要很小心 我不知道黃珊珊未來會是 基隆市之母嗎 我不知道 反正只要在民眾黨裡面 你只要扯到 對 只要是女的都叫之母嘛 我可以理解啊 對 所以 因為基隆好像黃珊珊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責任區 對 因為她最近就跑基隆很兇 所以我不知道罷免這個 你怎麼看 因為民眾特別安靜 不要黃珊珊變新北之母 對 這我也有點擔心 然後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媒體去披露這個圖 這一對之下就知道了嘛 所以想要韋傑可以回答 為什麼邱正軍是國民黨的吧 是苗栗的吧 這個不能切割了吧 這個不能切割了吧 不要跟我說藍百沒有關係吧 黨籍要不要處分一下 議員會說那個是委員自己贏 海納百川不能這樣子嘛 人家有她的一個強項 他願意來擔任助理 我們不能說這樣就拒絕人家 所以沒有黨籍之別啦 我也找利久來當我的助理啊 那會耶 問題有錢我想問一下 國民黨會不會跟統促黨切割 統促黨喔 我當然覺得還是要看 看實際的狀況 我們還是要先看他到底 對於你這份助理的工作 有沒有實質的幫助嗎 韋傑我這樣問 你覺得國民黨跟統促黨的光譜比較近 還是民眾黨跟統促黨的光譜比較近呢 我覺得應該各有各的路線吧 各有各的路線 對啊 因為國民黨還是希望 紅秀柱已經當得最好示範嘛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還是主張維持現狀嘛 那這統一統一是未來以後的事情 交給以後的人去決定 好那我來講一下邱正軍 邱正軍在選過苗栗的無黨體驗 議員的時候 他特別歡迎誰 白郎啊 有一個掏略公司啊 要去那邊啊 邱正軍出來歡迎他 所以你看他的秘書 跟裡面的成員 你不要意外 你也不要意外 我意外是民眾黨 你說不要把你抹紅 結果裡面有統促黨 還是民眾黨認為 統促黨不是紅的呢 那如果這樣子我可以理解 好像跟我們的認知差很多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繼續來關注 台北市幼兒園的狼屍案 到底現在處理得怎麼樣 休息之後馬上回來 綠營議員拿出監視器畫面指控 情緒越講越激動 北市幼兒園性侵案 報出涉案狼屍 2021年尚未取得 教保員資格 就已違法在幼兒園工作 加上園長母親的庇護 才會後患無窮 2022年的時候7月 當時也通報了教育局 教育局也陪同去看 監視器畫面沒有任何的狀況 監視器沒有 但是小孩子受傷是事實 為何你當時第一個時間 沒有啟動調查小組 早在109年7月的時候 就發文告訴大家 只要經過該縣市的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決議 就可以命該服務人員 教保服務人員 暫時離開校園現場 放任了這個狼屍 繼續在幼兒園裡面 砲轟科前市府 蔣市府三大缺失 包括2022年7月7號 首席家長報案後 教育局僅調閱監視器 聲稱查無證據 但孩童驗傷屬實 卻沒有第一時間 成立調查小組 2023年3月 幼兒教法新制上路 在司法調查期間 北市府也沒有立即 將囊師停職 突到7月第二起 辛勤案例通報後 裁定積壓才停職 直到10月份 才將幼兒園勒令停業 期間幼兒園竟然還持續招生 家長們全被蒙在鼓裡 112年的6月的時候 北檢是不起訴的 所以當北檢不起訴 然後行政調查 沒有查出什麼的時候 那當然行政單位 他沒有辦法動 沒有所謂的不作為 我們窮盡一切可能在當時 既有的規定上來處理 幼兒園性侵案 說在您任內發現 您有任何作為 柯文哲避而不達 而且藍白不斷跳針 強調當時查無不法 並非言遲待諾 只是每一個環節也緩緩相扣 北市府要如何幫孩童把關 則無旁貸 必須給家長一個交代 台北市不管是現在市府 還是前市府 到底針對這個所謂幼兒園的這個案件 有沒有好好處理 到底有沒有積極 還是整個都帶舵螺絲掉滿地呢 我先請教情況 因為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回應 現在的市政府講歪歪說 當時第一時間發生 2022年7月以後我不會來 我還沒有上任 還沒有選上市長 那另外當時是副市長的黃珊珊說 不好意思 2022年中我已經離職了 我已經離職了 所以現在大家是怎樣 推得一乾二淨啊 兩個字難看 為什麼難看 因為你可以看到 蔣萬的講法是說 當時我還沒有上任 然後呢 黃珊珊講法是說 2022年中我已經離職了 因為當時她是副市長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講法 都不是民眾想要聽到的說法嘛 所以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時間序 時間序很重要 為什麼這樣講 來 注意看喔 因為這種幼兒的性侵案 尤其發生在幼兒園 各位要知道 小朋友在幼兒幼兒園的階段 他遇到老師對他做什麼 他是不一定能夠馬上反映出來的 因為當他年紀還太小 所以要更不怕的啊 是 所以當他要告訴爸爸媽媽出什麼事 而爸爸媽媽要出面去指控的時候 這就是大事 這就是大事 那時間點來什麼時候 注意看喔 是2022年7月的時候 家長報案 女童遭狼屍猥褻 所以第一次通報在什麼時候 2022年7月喔 2022年7月 所以等於說你看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尾信案不起訴 是2023年6月 但這整件事情不起訴 就代表沒事嗎 顯然我們現在事後看不是嘛 所以換言之呢 檯面下 我們知道性侵案跟性少女 尤其是對小朋友的 那個檯面下有多少 水面下有多少 是你很難知道的 因為清華他們現在一直說 哇當初啊 因為什麼調不到證據啊 什麼沒有畫面等等 但是問題是 小朋友去驗傷是有屬實的耶 是真的是有驗到受傷 而且夢琴你就要問一件事 台北市府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而且夢琴你要問一件事情 小朋友去驗傷是有事情的 你調不到畫面 請問是為什麼 你第一次調不到畫面的時候 你後面難道不會要求他 後面一定要有畫面 然後監視器一定要徹底的做到嗎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等於說這個司法調查之外 市政府的行政調查 跟行政介入到什麼程度嘛 所以事發在2022年7月的時候 你看連續一直在這個時間發展下 那我們現在高度懷疑什麼 你們2022年7月在忙什麼 現在都告訴大家說 那上次有處理有處理 請問2022年當時是誰執政 2022年是柯文哲在執政耶 那你就要問一件事嘛 2022年請問對柯文哲跟民眾黨 在忙什麼 忙大選啊 那你的縣市黨跟議員選舉啊 然後民眾黨在台北市 請問候選人是誰 黃珊珊嘛 所以黃珊珊說他已經離職 是不是事實 是事實啊 但是問題在於是政府裡面 因為這個離職的時間點 簡書培給他調出來 因為黃珊珊說發生事 他已經離職了 簡書培說好 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是家長 2022年7月7號 家長就報案通報了 那黃珊珊哪一個時間點離職 他是8月26號才離職耶 所以這到底有說白菜嗎 時間序上面本來就已經矛盾了 這是一件事情 但我剛剛再強調重點是 黃珊珊那個時間 是不是就是要選市長 各位知道選市長這件事情 你會到8月26號離職的時候 才佈局選市長的事情嗎 不會嘛 你之前就在幹嘛 就要跑行程跑基層了嘛 我們光是還原到2022年的時候 請問當時黃珊珊要選台北市市長 這個是新聞嗎 不是嘛 在當時黃珊珊基層跑多久了 從2022年就在跑基層了嘛 那換言之會不會對他對你們來講 選舉這件事情 因為注意力太分走太多時間 結果導致這件事情因注意 然後呢沒有花很多時間注意 大家會打一個大問號嘛 那更不用說你現在在講的時候 大家發現你那個時間 根本也不是離職的時間 光時間序你就被減速賠打臉了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說這個時序表要列出來 因為這件事情你看 2022年可以注意的時間 結果搞到現在大家討論的時候 各位今年是幾年耶 今年是2024年 20247月了 現在是7月 貴能當啊 所以整件事情多久了 兩年的時間了 所以大家質疑的是什麼 是你會2022年的事情 你到當時因注意 是不是沒有注意到很徹底 該調查沒有調查很徹底 所以沒有當時沒有處理的很完整 然後到了2023年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已經換成是蔣市府 這個案子請問是不是還是進行事 還是進行事喔 那你要問一件事情喔 你們告訴大家說 2022年當時行政調查畫面沒調到 那請問2023年呢 對 2023年就算司法判決判下來了 結果你看 後面我們給大家看 2023年6月的時候這個不起訴 然後呢7月了之後呢 又爆發多起 然後他被積壓停止 請問這個時間點 難道都沒有台北市政府的責任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家長看了很心痛嘛 很心痛的原因是因為 這個前面看起來 是不是因為在忙大選 後面那一個是不是因為剛接手 那兩邊都搞不清楚 但我只問一件事情喔 這個幼兒園 這個被欺負的小朋友們 就難道他們都是活該倒楣 所以被欺負嗎 所以大家在問的事情是 這件事是不是本來可預防 但是沒有預防 結果到最後爆發呢 目前說已經20起 然後呢有600部的影片 那請問是不是本來 可以不用到這麼嚴重的 但是因為沒有發現 讓整個犯行一直悄悄在台面下 進行進行再進行 結果到最後呢 鬧到整個事情到現在呢 大家在互踢皮球 請問這是民眾要看到的嗎 現在要看的是 拜託把責任撿起來 不要再踢來踢去了 是這個如果聽在家裡 有小朋友的家長身上 他心裡怎麼想 民友我們先來看一下 你知道因為今天 許曉鑫嗎 我出來講話喔 他今天說因為民黨 早上先開了一場記者會嘛 就我們剛才看到 舒培議員他們開的那一場 國民黨 曉鑫啊羅志強也出來 他說民進黨批評講外來講的 義正言辭 可是民進黨2023年一聲不吭 根本是利用這個案子 要把這個鄭文燦對民黨的傷害 壓到最低 利用家長的痛 再進行政治追殺 這對許曉鑫來講 他在他的眼中看來 我們在討論這些事情 這些都叫做政治追殺嗎 曉鑫 曉鑫得第一喔 真的他的邏輯 跟我的邏輯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作為一個三寶爸 老實說我沒有分享任何一篇 關於這個新聞案件 到我的社群媒體 為什麼 因為餘心不忍 你會心痛啦 對 因為我自己 而且我小孩還小 因為現在 林佑你現在還有孩子在討論幼稚園 我最小的剛幼稚園 已經生國小了 所以我沒辦法接受一件事情 就是 面對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徐曉鑫把它用政治操作 昨天講外安是幫你說話 講外安說了什麼 他說 有啊 徐曉鑫在市議員任內 找來社會局 找來教育局 都有來關心這個案子 那他現在當立法委員了 要修法 結果他說我在教育委會 大家說等一下這未還委員會 要去修法的 他自己搞 連委員會都有不對 你宣曉鑫都自己搞錯委員會 你今天大而皇之 你的選區出現這樣問題 你去罵民進黨 這好笑喔 而且民進黨的議員出來開記者會 為什麼要出來開記者會 第一個我昨天跟許淑華同台 許淑華講要哭 為什麼講要哭 因為我認為敢討論這個題目的政論節目 我都覺得很了不起 為什麼 因為我們信剝削相關的條例 實在是很嚴格 尤其在做媒體 新聞媒體 網路媒體還不算喔 新聞媒體要做這個事件的時候多難做啊 而哨法是定的非常難 對 所以我想問徐曉鑫幾件事情 為什麼講話案可以卸責 你還替講話案背書 第一件事情 講話好來你說2022年 那是科文者主政時期 我可以接受 但是後來你主政的時候你怎麼處理 你說因為呢 在去年3月1號才實施這個 誘餌教育及照顧法 然後教保服務人員條例 你說去年3月1號才開始實行 所以你拖到7月才解釋它好不好 從3月到7月這當中都過了4個月 對 孟起問到重點了 那為什麼講話你不回答這個問題 因離職而沒離職 你因作為而不作為 這4個月不知道又有多少少少還受害 沒錯 而且不止20期 不止20期喔 不止20期 我要告訴各位 這分兩個階段發生 2022年一次 2023年一次 兩個階段 兩個市長都有責任 你不要把它混為一談啊 兩個市長都有責任 剛剛那個新聞畫面大家有看到吧 柯P為什麼人在問就做一件 對啊 因為 這什麼樣這什麼樣的態度喔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要先跟各位講第一件事情 這是首善之都叫做台北市 台北市最精華地區在哪裡 信義大安區 結果信義區 大家高知識分子 為什麼一開始這個嫌犯 會認為法官認為證據不足 家長心理壓力大 沒辦法去面對自己的小朋友 被這樣處理 他自己也沒辦法面對 所以證據不足 好 你許巧心要辦所謂的協調會 你為什麼要選擇到幼稚園 你說別人建議的好 那這個事情你至少要辦協調會 我也認了說至少這個議員有關係 你今天在把他打回政治體的時候 我會瞧不起你 為什麼 因為這是你選區發生的問題 再者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家可以借殼上市 這個幼稚園為什麼可以借殼上市 為什麼你到10月 我剛才講3月1號施行 你10月才停止他們的營運 講法院師傅你要講清楚啊 為什麼今天民進黨要出來開記者會 因為太多家長很難去面對這件事情 我自己做家長的人 我只要看到小朋友的問題 我都不敢看 可是我一直在關心這個新聞 結果有機會讓蔣萬安好好處理 他沒處理 你還記得蔣萬安在選舉的時候講過什麼嗎 我要讓台北市充滿嬰兒的哭啼聲 明佑講這個幫我們配一下 親黃哥這一張的標題 這一張的標題就是當時講萬安那時候 這是他剛選上的時候講的嘛對不對 他的標題幫我們念一下 讓嬰兒哭啼聲成為台北市的交響樂 對 那配樂就是家長的哭啼聲 配樂就是家長的哭啼聲 我要跟各位講我覺得張雅玲立委他講得非常好 確實社會局跟教育局都有責任 因為教保員是屬於教育局 機構是屬於社會局 但是教保員是屬於社會局 機構是屬於教育局 那我想問 為什麼2022年案發時就法員依據 你們一直在推託是去年3月11號才通過 但是原本就有法員依據 市府為什麼沒有成立調查小組 不管是柯市府或蔣市府 蔣市府剛上任認為這個案子有疑慮的時候 應該成立調查小組 有 你說你有家長機查 然後你說有找攝影機 廢話 那是我媽媽開的幼稚園 攝影機放在哪裡我會不知道嗎 我還在裡面工作耶 我說這個嫌犯啦 不是我啦 是是是 沒有人家賣五歲啦 第二件事情 為什麼調查期間 就像我剛才講的3月通過法 那你7月為什麼還讓他繼續 到7月才離職 這中間有多少人被侵犯 再者 而且那個嫌犯 他到底有沒有可以當老師的資格 沒有 沒有 我先跟各位講 他沒有資格 而且他只是關門開門開燈的功能 為什麼他有資格 是因為他後來有去考到證 那考到證沒有實行 然後去侵犯小朋友 就這麼簡單 再來第三件事情 為何意圖混淆他的犯罪行為 你看我連狼絲都不敢講 因為明明這個也可以另案處理 我要告訴各位 我覺得剛才溫森老師講的非常好 他講說法律很單純 就看你有沒有破例 法律很單純 就看你有沒有破例 不要忘記講安安是學法的 對他是律師出身 而且他也是三寶爸 對 你形塑出來 對我雖然很炫耀我的家庭跟小朋友 你也形塑這樣的形象不是嗎 你不是之前還帶著小朋友出來嗎 我跟冠廷都有小朋友 韋傑也有小朋友 我們今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會想說 不是一個愛家的市長 不是一個要唱 這個台北市充滿嬰兒交響樂的市長 為什麼摻雜著家長的哭提聲呢 那我想問你 你是法將嗎 張雅玲都告訴你 這可以另案處理 原本就有法源 他只是加強三月號 去實行這兩個法案而已啊 所以 我真的很多東西不能揭露 連名字都不能講 不然我真的很想把那個嫌犯的臉公佈 幼稚園名字公佈 可是NCC就會把 這個兒紹法也是有相關規定 非常的嚴格 所以現在也有一些立委 包括林楚英委員 李昆成委員他們有在推動 是不是這個法規也要稍微來調整一下 沒錯 而且讓幼稚園有機會借可上市這件事情 我一直不解 連股東出去外面開 然後他媽媽還可以另外再開 還可以立案成功 我的老天爺啊 我想問一下蔣市府 你螺絲是鬆了嗎 你真的適合當一個愛家的市長嗎 台北市還擔待得起首善之都這樣的頭銜嗎 為什麼這樣不是什麼凱凱案 不是之前大家非常關注的凱凱案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幼兒園的狼屍案件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來關心 現在發生這樣的事 其實大家對於台北市政府 這個不信任感是越來越高了 這個韋傑這邊啦 因為韋傑自己也是這個 這個三個小孩的爸爸 你怎麼樣看 台北市政府處理這件事情有及格嗎 我們先來看 光是發一個新聞稿 都被委員抓包啦 說這個新聞稿的年份 怎麼樣還偷改啊 他說蔣萬還在躲嗎 被這個吳佩毅抓到 這個急篡改新聞稿 調查的關鍵時間點 這個給人家篡改了 吳佩毅說幸好他有備份 不然台北市政府就沒要成連了嗎 是要滅政嗎 好那後來北市教育局 趕快出來講說 不是什麼偷改新聞稿 是年度的部分物質 今天上午修正 是基於事實 絕非偷改 你連什麼時候發生 那個年度都會寫錯 你跟我說有多用心 我不會相信 韋傑 真的我說真的 我們看到這樣的一種案件 都會非常的 我想每個人都非常的生氣 而且大家可能拳頭都硬了 就是說對於這樣的一種 兒童被 不管是被 被權益被侵害 或是被虐待 這樣的一個案子 我們都會覺得說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 都應該嚴正來看待 這樣一個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應該分成兩個點 第一個是時間序的問題 就是說剛剛 我想剛剛大家 各位都提到 到底2020年 那時候 2022年那時候 這個狀態 跟後來蔣市府上任之後 的一個狀態 但我想我們先來討論 這個2022這個部分 就是說不管 當時我想大家已經很清楚 當時是柯文哲市長的這個任內 那當然不管 剛剛黃三賢提到說 他已經離職 但是我覺得說這個部分 柯文哲市府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一定是 有他一個責任在 他說他也有掉進市錄影器 也看了一段時間 但是呢 查無這個狀態 所以可能就 就此就停在那裡 那當然後來可能 進入了一個司法 一個偵查階段 所以2022講 我要說他還未來 好這個部分 勉強可以理解 但是接下來 他上任之後呢 所以就是說 我想剛剛大家 增結有幾個點 其實再來蔣市府 他這邊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是在2023年的7月 才正式受到這個 這個一個通報 所以他7月之後 他的這個時程 他都有公告 說他財罰他多少錢 然後呢 在幾個月內把這個 原方的這個許可 也把他取消了 他這幾個月的一個作為 但是我覺得 可能大家剛剛 就糾結說 那這個 柯市府到這個2023年7月 這段時間 到底市府的作為是什麼 那我覺得說 如果大家對這份有疑義 我認為蔣市府可以 針對這個部分 再把這個部分 這段時間 到底台北市政府的一個作為 有哪些 那尤其呢 我覺得 面對這樣一個事情 不管是過去 現在未來 我們都必須要審慎以對 就是說好 因為經濟這個事情 不管是當時 因為你是交接 交接不清楚 還是說交接之後 沒有持續去Follow這個案子 但是我覺得後面 針對類似這樣一個案件 我們都必須要非常的審慎 所以剛剛提到說 甚至可能是這個年 我想交易局也提到 他不是故意要這個什麼滅政 那他已經講過說 他是物質的一個部分 我想面對這個事情 沒有人敢去偷渡 發新聞稿裡面 時間點是非常重要 居然連這個都會搞不清楚 對 因為這種事情 是非常謹慎的 大家都在關注的 所以我認為 北市府在這方面 應該要更謹慎的小心 也不要讓大家 又有很多的疑義 是你想滅政啊 你想幹嘛 我覺得都不要坦然的 面對所有的事情 把事情的真相 說清楚講明白 讓家長讓社會當中安心 我覺得才是一個 市政府該有的一個作為 來 冠廷來補充一下 我們現在感覺看到 是螺絲掉滿地啦 冠廷 不是啦 一年時間 不要再推責任了 你這個結果 就是狼絲在學校裡面 超過一年的時間嘛 我覺得大家很持平的 講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要不要究責 要究責 就是說這個事情 有沒有疏失 要查清楚 另外就是怎麼樣防範嘛 那現在 我覺得今天徐曉星 跳出來講這話很不對啦 他跳出來之一就是 民進黨的議員們 關心太慢 當然他說 你們在政治多針 但那個政治話我不聽啦 他的意思就是 你們關心太慢啦 2023年怎麼沒關心 徐曉星很得意喔 2023年關心的只有 國民黨的徐曉星 跟民進黨的洪婉禎 吳佩義許俗 都沒關心 就算你講的是對的 我先不去算說 到底你當時那個協調會 是幫元芳 還是幫家長 幫誰都不管 你有關心 那你是在偷臭羅志強 偷臭王鴻威喔 對不對到現在都還沒關心耶 不過無聊嘛 今天是市政府 有要被監督的地方 民意代表監督天經地義 輪到你講說 你早關心晚關心喔 這化作重點 你不自己做得比較快 才去怪把人 對好 再來第二個 蔣萬安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最要被究責的 除了真正的 我們剛才很多來賓分享的 就是責任 就一年來 怎麼會讓這個狼絲 繼續在裡面 然後包含柯文哲市府 以外 很重要的是態度啦 蔣萬安到今天為止 也沒有因為這件事情 我想一個很卑微的跟大家講 拍謝我們做得不夠 沒有 今天台北市政府是強硬道 剛剛我們講徐曉欣那個說什麼 2023不坑一聲啊 這個論述是台北市政府副發言人講的耶 所以是他們是整個是中央廚房一貫的論述 副發言人就是講這個啦 這一位好 這一位是李政宣 他說什麼 他說吳佩毅啊 過去也當過台北市議員 為什麼到從2022年發生到現在 到這個月前都沒有發言紀錄 他們把重點放在這邊啊 說什麼吳佩毅所謂的延宕一年 那是因為那個 蔣萬那2022年7月算起來 當時蔣萬還是立法委員 還沒有進入市政府 這有沒有避重就輕 不只避重就輕 他是直接回嗆民意代表嘛 回嗆監督的民意代表嘛 台北市政府 你今天可以講說是物質更正 是不是物質 是不是寫的跟之前事實不一樣 被民意代表揪出來 你就黑系列就好了 今天還在那邊強硬成 他們現在台北市政府跟徐曉欣等人 他們是一貫的論述 他們這一致論述講什麼 說你為什麼2023沒關係 你現在才在做政治鬥爭 如果這個可以成立 以後在學校啊 學生那個寫作業啊 沒有寫作業 或作業亂寫啊 老師只要晚一天抓到 你就想老師為什麼不昨天抓我 不是吧 這個不會通嘛 而且那是徐曉欣的選區耶 對 是五倍的選區嗎 開玩笑 所以我覺得這個 你今天把民意代表的監督 然後用這種方式態度 所以我回來 就是最後這些都回歸到講官員身上 講官員你今天要認真思考一件事 人民今天會 這恐懼跟擔心啊 為人父母心 每一個人有家有小孩子的 都擔心說在學校裡 我們可不可以獲得保障 那是否可以保護我們 你今天是做大家長 講官員只要做一件事情 他跟大家講我上任的時候 後來就知道這件事 我有嚴查 那如果大家覺得時間太慢 我會檢討改進做更好 我會讓台北市的孩子 每一個都生活在快樂 平安健康當中 結束了嘛 不是吧 這件事情就是到台北市任務 今天是罵民代 罵民代說 為什麼你們2023年沒有監督我 現在才監督我 這敢對 然後徐曉鑫幫槍 一致的其實都在做政治工訪 最後主持人 孟姊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最後就是 本來說真的對蔣灣 也許跟他有關的只有5分 最後變7分變8分 變最後全部他擔責任 最後我要講柯文哲 他今天好像被問到相關的題目也是 也是回避嘛 就是為什麼 因為剛才青凡哥講的很對 最後我講這一句就好 2022年7月發生 為什麼到2022年12月 家長陸續報案 然後交接給蔣灣 這過程沒有處理 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黃三三連 他離職的時間 跟這個報案時間 兩邊都記錯 因為無心事證 當時在盲選舉 為什麼我講無心事證 社會局等單位之後 局處首長類似這種案件 一定會在早會報告市長 如果是一個有運作良好的市府 這是重大案件 這種事情一定會報告說 我們接下來去檔案怎麼處理 我講我自己行政上面的經驗 這種案件如果局處首長 沒有報給市長 這局處首長以後會被fine的掉 你敢早會的時候 或市政會議之前 沒有去跟市長報告說 我們有這樣子的重大的 女童遭狼屍毀案 你敢不報告嗎 所以黃三三跟柯文哲 不能講的原因就是 因為只有兩個選擇 一個選擇是 我知道沒處理 另外的是 整個市府因為在盲選舉 鬆掉了 根本沒通報 那這兩個問題都很大 所以這是他們不敢回答的原因 這有心無心 大家都看得到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帶大家來關心一下 有關於所謂的這個拆糧行動 拆糧行動 自從送件之後 本來想說4.3萬份 那現在大概到可能8月中 就會有結果 就沒想到現在感覺起來 基隆的選委會 小動作很多耶 休息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參加社區內的課程 這麼稀鬆平常 這麼日常生活的一件事情 竟然會成為他非常擔心害怕 難道不是市政府應該要給大家一個交代的嗎 基隆市長謝國良罷免案進入第二階段 連署查隊 不過民進黨議員卻接獲民眾通報 有里長進趁里民健康課程 要大家留下個資 簽署查詢個資被盜用文件 試圖反制拆糧 一旦簽了不僅有各自外線疑慮 里長就會知道你有參與罷免 里民就怕被針對 只敢匿名向議員求助 基隆市選委會只要寄出超過一萬兩千份以上的查詢單 那就是表示有鬼 那就是表示他們就是有計劃的 要來沒收這一場罷免投票 完全不了解這樣子的情況 跟我這邊個人是沒有關係 我們對這件事情一向都很低調 而且很努力的一直做好我們自己的工作 綠運指控市府機器動得很厲害 但面對指控謝國良直呼完全不了解 跟他個人沒關係撇得一乾二淨 不過民進黨在質疑里長隸屬民政處 而這次基隆市選委會的總幹事張淵翔 恰好就是謝國良團隊的民政處長 真的能夠中立有客觀嗎 他是謝國良清點的政治任命的政務官 他必須要跟著謝國良的政策進退 更直接的講這一場罷免 如果謝國良被罷免之後 還要跟著謝國良一起下台 罷良官司連署過程就鬧得飛飛揚揚 或許交給民意執求決定 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這個拆良行動送件之後 大家發現小動作很多 請教一下溫大哥 現在基隆市選委會 跟中選會現在兩邊 怎麼樣還在爭執 由於基隆市選委會說 哇這個連署書 他們有些覺得說 這個筆跡什麼怪怪 他說這個如果查無死人 可能就會認定無效連署喔 這個如果他們覺得很奇怪的部分 他們7月16號就是今天嘛 說要寄出第一批的查詢單 那你一定要趕在8月2號之前 要給人家回函喔 你一定要回函 不然那一張 我們就沒準算了 那所以過去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嗎 光是這一點 這就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拆良的翻人就覺得說 這讓人質疑啦 行政機關的中立性 難道國民黨跟 這是難道是國民黨跟謝國良的打手嗎 基隆市的選委會可以這樣嗎 如果基隆市選委會真的剔除 1.3萬份的連署書 那就可能導致第二階段不成立囉 這光是這一點 這就是非常可疑了 另外今天還發生什麼事 議員出來說 基隆市現在的狀況 已經開始有幾個區喔 在參加活動的時候啊 里長怎麼樣 都會發一些資料要填寫喔 有一條寫說 你是不是被冒名 來簽罷免謝國良的這個連署書 這個選項 這個讓議員覺得說 跟當年警總在抓誰是告密著 非常的像 你現在來調查這個 是什麼樣子的意思啊 這種種行政 聽起來都很奇怪耶 文大哥 我想罷免縣市長 因為韓國瑜在高雄被罷免過 所以對國民黨來講啊 他們很怕說過期在高雄 現在早來嫁人港 所以這也是很巧 因為這前不久 基隆才發了這一個 DVD 就是郵局的啦 所以為什麼會 他們好像對於郵差業務啊 特別你看還做得這麼漂亮 這麼好的一個 各位只要看地圖就曉得 基隆其實福地很大 而且山坡地很大 所以大概動員的話 大概郵差啊 他是比較辛苦 那剛剛一直提到說 為什麼說有這一些工房 我就拿基隆旁邊的 是 台北 新北市 各位看一下 一個罷免連署講實在話 學問很大 新北當時罷喉的時候 做到多細膩 但基隆我感覺好像是急行軍 比新竹市 新竹市連第一個說要接連署單的一個獨立書店 還沒開門就已經被網軍把他陣亡了 但基隆好歹好像已經衝到四萬多份 這四萬多份工房並不是只有在地方 各位可以看這個 選爆法金服二毒 反對鳥籠罷免 這個就是針對基隆 所以是從地方到中央 因為已經有高雄的前車之鑑 後面可能還有骨牌效應 會連鎖反應 是 所以對於基隆來講這一役很重要 但我覺得基隆算是得天獨厚 為什麼 各位大家都忘掉李靖勇 中選會主委 是 過去就是基隆市長 所以他當過基隆市長 你嫁人家在哪兒生什麼 中選會主委不知道 他哪有可能看不 對 所以贏家路仔都好 所以你說不管這些有的沒有的 一一一一一一堆堆 或是說什麼請客什麼 那保守對靖勇來講 段子少年 各位可以看他的有一本自傳叫段子少年 你也聽說人家中興大學法律系出來的 能夠幹到中選會主委不是蓋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謝國良 不要再往北部 反正你的處境 我現在只臉想到一個人 我最後請教一下冠婷 因為請客這件事 我今天早上看到新聞說我嚇一跳 因為現在是有一位尤姓女子 他是說要守護基隆行動聯盟 反對罷免基隆市長的行動 他是召集人 那他也說邀請支持謝國良的民眾 7月21號出席山海觀參會 這個罷免現在進行當中 可以這樣請客嗎 這到底有沒有碰觸到選罷法的紅線 這個是真的非常危險 我們一般來講說明會是這樣 就是說無論是問證說明會 市證說明會 或甚至假設支持任何候選人 還是罷免說明會都好 其實來現場說有時候是因為 用餐時間 然後準備一點便餐給人家用 你說一個包啊 還是一個共玩湯啊什麼 但是這個宣傳是大喇喇直接講說 山海觀參會 他的宣傳用參會來宣傳 然後來現場是要說 反罷免現物人 好 好